大家好,今天我们聊聊粮食券 那么粮食券不属于公共负担 大家是可以放心领的 那么粮食券是什么福利呢? 粮食券是一项联邦福利 节在补助低收入的工薪家庭 低收入的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购买健康食品 为他们提供营养支持 粮食券福利百分之百是由联邦政府支持 而这个计划的管理费则是由联邦和负责运营的各州政府分摊 福利机构会给你一张卡EBT电子福利转账 这个卡类似于银行的存款卡 政府每个月将粮食券福利自动打入EBT的卡里面 而用户可以在粮食券授权的商店里面 刷卡购买符合资格的商品 目前EBT卡已经可以在全美50个州 包括华盛顿社区 波多利哥 维京群岛和关岛使用 那么申请粮食券的条件都有哪些呢 粮食券福利只对美国公民以及部分合法移民开放 每个申请人必须有社会安全号SSN 非法移民没有资格申请粮食券 那非美国公民申请粮食券需要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在美国居住满五年 有残疾 18岁以下的儿童 另外申请SNAP粮食券福利的资格呢 还需要满足以下的条件 每月的总收入呢 必须等于或低于贫困线的130% 每月净收入呢 必须不超过贫困线的100% 没有老人或残疾人的家庭呢 资产限制呢 为2250 有老人或者残疾人的家庭资产限制呢 为3500 粮食券福利的申请呢 是以SNAP家庭为单位 所有在一起生活 一起买菜煮饭的人呢 会被划分为一个SNAP家庭 一起居住的配偶和大部分22岁以下的儿童 都会被自动划分为同一个SNAP家庭 有时候呢 非申请福利的家庭成员的收入 也要计算在内 以确定其家庭成员的资格 另外SNAP还要求适龄申请人呢 参加工作 或者参加SNAP办公室安排的就业培训 罢工人士和在读的大学生呢 也没有资格申请粮食券福利 虽然SNAP粮食券福利资格呢 是由联邦制定的 但是呢 各州可以进行适当的调整 SNAP粮食券福利呢 必须直接向居住的州申请 那粮食券的收入标准 一般来说呢 申请粮食券的家庭啊 必须同时满足 每月总收入和每月净收入的限制标准 才符合资格 而有60岁或者以上的老年人 或者残疾人的家庭呢 只要满足于净收入的收入标准即可 总收入呢 指的是一个家庭所有的 不能排除的收入总和 家庭的每个人的工资 盈利 退休金呢 都会算入总收入 那净收入呢 指的是总收入减去允许的扣除额后的金额 按照美国大陆48个州和华盛顿DC SNAP粮食券收入标准呢 这个表呢 是去年的SNAP粮食券收入标准 那SNAP福利呢 允许以下扣除 扣除劳重所得收入的20% 一到三人的家庭的标准呢 是扣除额呢 为117 四人的家庭标准 扣除额呢 为184 可扣除由于工作 培训或教育等需要的被抚养人的护理费 老年人和残疾人医保不报销的医疗费用 每月超出35美元以上的费用可扣除 在部分州呢 法院判决的子女抚养费也可以被扣除 在部分州 无家可归的标准住房的扣除额呢 为159块7毛3 额外的住房费用扣除呢 比如说水电煤气费 基础电话费 租金或者房贷 还有地税等 部分州以固定的金额 代替实际水电费用扣除 那么粮食券的资产限制是多少呢 甄请粮食券福利的家庭啊 可以持有最多2500的可计算资源 现金或者存款 如果家里呢 至少有一个成员在60岁以上 或者是残疾人 那么就可以持有最多3750的资产 这个金额限制呢 每年有更新 具体的数字呢 要咨询专业的人士 不过以下的收入和资产呢 不会计入Snapper福利资格决定 住宅和土地 SSI福利收入 DANF福利收入 大多数养老金和退休计划 车辆也属于Snapper福利资格的资产计算 各州会具体定义汽车的价值计算 通常公平市场价值超过4650的部分呢 会计入资产 一般以车的价值减去汽车贷款后剩余的价值金额来计算 一般来说呢 以下情况的车辆也不会计入决定福利资格的家庭资产 每个成年的家庭成员呢 可以拥有一辆汽车 未成年的家庭成员用于上学上班去培训或者找工作目的的车辆 用于创收目的的车辆比如说Uber 电招车 货车之类的 还有作为住宅使用的车辆 比如说房车 还有一些大的面包车 用于运送残疾家庭成员的车辆 还有市场价值低于1500的车辆 那粮食券福利有多少呢 Snapper粮食券福利的最高金额呢 是由家庭人数决定的 一个家庭成员每个月有250 两人呢是459 三人是658 四人是835 五人是992 六人是1190 七人是1316 八人是1504 每增加一个人呢 再加188 当然了部分州的福利金额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建议你咨询专业人士 那大家关心的问题来了 粮食券可以买什么 粮食券呢可以购买水果 蔬菜 肉类 禽类 鱼类 奶制品 面包和骨类 其他的零食和非酒精饮料 可以产出粮食的种子和植物 Snapper粮食券呢 绝对绝对不可以购买以下的商品 啤酒 葡萄酒 烈酒 香烟或者烟草 维生素 药品 保健品 在美国华人区啊 经常会有人用粮食券呢 购买海参 人参 燕窝等 这些呢都是不可以的 另外呢也不可以购买活体动物 不过呢 贝类 鱼类和其他已经载好的动物呢 除外 比如说像活杀鸡 已经载好的呢 你就可以买 另外还有热食 所有的非食物商品 比如说宠物粮 清洁用品 纸质品 家居用品 女性用品 比如说卫生巾 还有化妆品等 那么粮食券属于公共负担吧 目前呢 USCIS呢 沿用了1999年版的公共负担规则 并明确表示呢 不会将公共住房补贴 粮食券 Snapper福利呢 视为公共负担 当然了 还有白卡 白卡呢 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 由政府承担的长期机构 护理费用 这个呢 是除外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福利的消息呢 请点赞 订阅我 感谢观看 拜拜 拜拜